我要求换人 我要求换人 我申请让小童念一遍 行不行 对啊 小童念 行行行 小童开始新闻不按机 毕业季来临 许多毕业生面临毕业找工作 困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 行行出状元 公司的董事长张一行 张一行表示 人要是行 干一行 行一行 一行行 行行行 行行行 干哪行都行 要是不行 干一行 不行一行 一行不行 行行不行 行行不行 干哪行都不行 要想行行 首先一行行 成为行业内的内行 行行成内行 行行行 你说我说的行不行 小童绝对是 被演戏耽误的主持人 爸 小童 厉害 厉害 他不是念的问题 他是知道那些词 他在理解 所以沈腾这是个脑子问题 这脑子问题 你以为这水哪来的 这是我脑子里的水 一小部分抽出来的 沈腾 你还有脸坐那 让我早就端着 到后面喝水去了 这是个基本理解力的问题 你让小童去念吧 让沈腾坐那儿吧 小童腾歌互换位置 小童再来一轮 交换一下 我们提前庆祝一下吧 别别别 小童没问题 新闻波音机 三二一开始 一个叫毕正夜的小伙 这几天可是烦透了心 琴是正要毕业的 毕正夜找工作 需要学校开具毕业证明 开具毕业证明 必须要毕业证的单位 先开需要毕业证明的证明 开具需要毕业证明的证明 才能开毕业证 毕正夜找到校长 正夜币开毕业证明 校长正夜币称 毕正夜正毕业 能开具毕业证明 最终毕正夜得到毕业证明 开心地用手笔得个业 真的 我觉得小童必须 是一个主持人 真的觉得小童太好了 她的那个语言素质 和头脑太好了 她把所有的词都分段 都分好了 特别清晰 不是小童 你演什么戏啊 你去 你去一屏修联播啊 小童 小童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和王凡家族解约 他们真的把你害了 真的 你在这儿太被埋没了 我在自保 你知道吗 还有一题最难的题 两队各选一个 觉得最能代表 本队实力的人 关小童啊 我们这边小童 杨兰 杨兰 这边杨兰老师 首先是杨兰老师 先看看你的题目 这一段怎么编呢你们 这个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新闻里面的地名 都是真实存在的 播音员主持人 会突然拿到这样的稿子 难度是非常大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我突然喜欢康辉 老不知道为什么 好 杨兰老师 新闻波音机 挑战开始 近日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 袭来名为妞妞妞妞六的寒流 将会经过纳然 瑟布斯台 因布拉格和巴润巴嘎巴 颜诺尔推扰木音 乌兰陶勒盖 然后将清洗我国 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 阿图石市 阿扎克乡 油库日衣 石卡其村 除此之外 茶布 茶尔西伯自治县 孙渣 骑牛路 切吉布拉克村 降温也十分明显 请大家适当分点一物 预防感冒 太棒了 接下来王牌家族 也是这段吗 换段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 妈呀 在江苏渔台 渔台 虚仪 以为名叫喃喃是吗 喃喃那个字 这个呢 戴帽是吗 我都不认识 一个叫女女的 什么 茅茅老人 那帽碟 就是八十岁叫帽碟 虚仪 赤处之时 那是什么意思 四 是处就是 时走时停的那意思 一 试试吧 小冬试试吧 这题确实非常难 来 三二一开始 近日 是什么意思 谢谢观看